好的各位小伙伴又是多日不见 本期视频来水一张七彩虹的显卡 这是一个七彩虹的RTX2080Ti显卡 显而易见上机它的故障是风扇不撞 指定又是Blend 哟怎么点亮了 能显示啊 那它的风扇咋不撞呢 哦原来这位卡组就是来修风扇不撞的问题 好了那你们现在可以问了 这个风扇为什么不撞呢 之前你们老是喜欢在问这个风扇怎么不撞 之前呢那是因为有温控 温度高了才会撞 但是它现在我已经通过这个软件 把它的风扇撞速限制到了80 但是风扇还是动都不动 哎呀撞哦 它奶奶的为什么不撞呢 看来现在这个风扇也选择躺平了 估计是平常的工作太劳累不堪 还是给它拆开来看看吧 这个七彩虹的显卡 这一款用的是公版的PCB 这个PCB很熟悉啊 它的风扇的线是接在一个当独的小板上面的 这个小板在它的背板上面连着 然后这个小板呢是通过一个扁排线接到PCB上 可能是考虑到灯光吧 不然的话这两个风扇线是完全可以直接插在这个PCB上 它有这个接口啊 先把它的风扇线拔出来 先给风扇单独供电 看一下风扇能不能装 一般来说风扇很少三个一起坏的 它要坏也可能只是坏一个 没找到供电的夹子 直接拿个收集线将就一下吧 接个12V怼到它的供电接口上正负两根线 风扇可以装 这个接口对应的是中间这个风扇 看一下另外一个线 另外一个线呢 对应的是两侧的两个风扇 三个风扇都是没问题的 风扇通上电之后都可以装 看来问题出在板子这边了 这个小板呢 我刚刚测量了一遍 小板都是好的 上面有供电 风扇的供电稍微是正常的 看来问题出在它的调节上面了 风扇呢是四个帧 第一脚呢就是它的PWM供电调节脚了 是由核心控制 核心和接口中间呢有个门电路 门电路出来之后直达接口 这张卡用的是侧边的这个接口啊 但是门电路之前啊 它是直达核心的 也就是说这个风扇的控制电路 其实很简单 就是由核心直接控制 只不过呢 它的控制信号中间增加了一个门电路的设计 电压就不测了 这个电压指定是没有的 因为它是风扇完全不转 它的PWM供电的逻辑就是 电压越高 它风速转得越猛 测对立组织的时候 发现这个门电路的输入角 居然是短路的 它有两个风扇接口 所以呢就有两个门电路输入角 一角二角 短路了已经 这可大事不妙 右边这个是短路的 再来看一下左边的这个 我的个怪怪 左边这个也是短路的 那刚刚看点位呢 这个玩意儿可是直达核心的 它短路了 那 那只有两种可能 门电路坏了 核心挂逼了 大事不妙啊 不过没事儿 它这个问题也是风扇不转 起码还是能开机的 就算是核心导致的 那给它通过风扇 搞一个极限器 插在主板上面 风扇还是可以让它转起来的 先把这两个门电路取下来 希望取下来之后 组织可以回复正常 不然的话 真的是核心短路了 漂亮 很顺利哦 组织直接恢复到正常了 300多 说明核心那边组织是OK的 应该是这两个门电路烧了 说来也怪啊 这屌王爷怎么能烧呢 不容多想 直接从料板上拆两个门电路过来 这个门电路在20系列的显卡上面 非常的常见 20系列的风扇都是有这个门电路 换完之后 装机装机 先简单测量一下 先把风扇接了上去 好的 风扇已经可以自主运撞了 现在这样肯定是会风扇狂撞的 因为它的核心没有信号输入 不受控制 上机上机 插主板上瞅瞅 开机 看吧 正常的显卡开机的一瞬间 风扇是会撞一下的 然后进了系统加载完驱动之后 风扇就会停下来 然后等到温度高了 又会继续撞 进了系统之后 风扇很快就停下来了 现在呢 也不要问我为什么风扇不撞 炫一圈鲁大师 它的风扇就撞了起来 看一下最后的跑分 这个跑分肯定是没问题的 因为卡主也说了 它就是风扇不撞 温度高了就黑屏 风扇撞起来温度就不会高 也就不会黑屏了 跑了半天测试 天天圈测试的话温度也不会太高 风扇撞速也都正常 也会跟着显卡的温度调节 好 那今天视频就随到这里 说EZ了